爸妈们要注意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骑机车在孩子方便 通常骑车的路途 也不会去到太远地方 很快就到 花莲一位新手妈咪 也是这么想 带着他四个月大的婴儿出门 这么小 你也很难叫宝宝坐在后面 所以他就把宝宝背在身上 可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你出了车祸 你背的小孩 或站在踏板上的小宝贝 都可能变成 你的人肉安全气囊 一名包包金 背着婴儿的女骑士 出现在黄色网状线上 疑似想要回转 下一秒连白头都没有 就冲进车道 后方骑士闪避不及 直接撞上 妈妈与婴儿连人带车 摔在地上 骑士不顾自己爱车损伤 立刻关心对方伤事 受伤是吗 也没有啦 确定没受伤 因为我没有预料到 小姐会停在中间 但那个时候距离来不及 我不知道他没有打灯 因为我没有看清楚 所幸妈妈和小孩都没有受伤 不过仔细一看 二十岁的灵性妈妈 似乎没有打灯 就在花莲市中山路上 进行回转 后方骑士来不及闪躲 才会酿成车祸 有网友将行车记录器 公布出来 下面也引起不少讨论 有人说至少也回头看一下 也有网友直呼 看啥了 根本就是把小孩当作安全气囊 更有人怒劈拿婴儿当肉垫 婴儿部分 因风险性较高 不宜以机车存在 主要照则是灵性妈妈回转时 没有注意到后方来车 双方也将自行和解 警方也呼吁机车搭载乘客 或者是儿童 应该要在后座设置固定座椅 并佩戴合格安全帽 以提醒用路应该要注意路况 以免造成危险留下遗憾 华世新闻张军运张德胜 由于华 华联报导 哈喽 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